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裡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是說 現代科技電影常常有各種的外星人 或者是有些科學家也在探索外星人的存在 請問兩位老師有沒有外星人呢 還有此外在大聖經典當中也出現很多的佛菩薩 譬如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文殊菩薩 彌勒菩薩 普賢菩薩 大四智菩薩等等 請問到底有沒有這些佛菩薩的存在呢 我們請兩位老師回答 有沒有外星人 有沒有佛菩薩 那關於外星人的部分 先要定義什麼是外星人 如果是科幻小說裡面講的 哇 很多處虛啦 身上聯繹的那一種 我想是沒有 但是我們地球其實是不孤單的 在佛經裡面也在說我們地球只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面一個小世界 那麼其他的他方世界一定有跟我們類似的這個友情 所以就是有外星人啦 好 但是科學能不能夠去驗證這件事情呢 依照我們現在對於科學的理解 沒有那麼直接的證據說我看到了外星人 但是也沒辦法否定他現在是不是有沒有外星人這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請問一下 從不同的觀點來思考這件事情 請問各位覺得有沒有自己有沒有上一輩子 有 有沒有在上上輩子 有 那一直往前走的時候 如果地球那時候都沒有地球的時候 請問各位在哪裡 在外星啊 某個星球啊 某個地方啊 所以當時自己是不是外星人 是 所以變成自己是外星人 所以說起來外星人是存在的 那麼反過來 從另外一個點在說 有沒有佛菩薩的存在 那在歷史裡面確實啊 釋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 他就在教導我們這個佛法的智慧 當時跟著他修學的 跟他一起修學的 是不是就叫做菩薩 所以當時就有佛菩薩 然後佛陀所遺留下來的這一個智慧 我們是不是可以實證 真的可以驗證耶 所以我們會相信說 真的去驗證 佛陀所說的是正確的 那佛陀當時是怎麼描述的呢 佛陀曾經告訴我們說 那時候就跟我們講 西方有極樂世界 有阿彌陀佛 叫無量受佛 他的其受無量 壽命很長喔 那所以到現在有沒有阿彌陀佛 有阿彌陀佛 有沒有跟著阿彌陀佛修學的菩薩 有 所以因為我們可以依據了歷史的考究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實際去驗證的關係 雖然我們現在看不到他方世界 有沒有佛菩薩 或許我們沒辦法直接看到佛菩薩 但確實佛菩薩是存在的 也確實有很多人可以親身的感應到佛菩薩的照顧 所以以上是我的回答 謝謝 王老師在做補充 其實有沒有外星人 有沒有佛菩薩 這個議題也是很有趣 那這個議題有關係到相信這件事情 我們的人眼可接受的可見光的波長 大概在360奈米到830奈米之間 那屬於紅外線以上的波長 以及紫外線以下的波長 我們人眼是看不到的 但是看不到這些光線的確是真的存在的 所以說看不見 就我們就不相信嗎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從上個議題當中有講到 這個太空望遠鏡 有另外一個他的使命 就是發現這個地球以外的生命 那其實所謂的外星人 是人類對地球以外的智慧生命 做一個統稱 那我們知道 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 應該是三千大千世界 也稱為一個銀河系 那哈勃望遠鏡可以看到 目前可以看到的 一共有一千兩百五十億個 這個銀河星系 而且每一個銀河星系 都有千億顆以上的恆星存在 那恆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太陽 會發光的太陽 那我們這個銀河系 大概有一千到四千億顆的恆星所組成 而且每一顆恆星都有自己的行星在運轉 那科學家經由數學統計計算發現 我們這個銀河系 存在著一億顆以上 支持複雜智慧生命的行星存在 那我們這個銀河系 它的直徑大概有十萬多光年 那中間的厚度 大概有六千多光年 那在這個我們這個太陽系 其實只是在這個銀河系 東南角的一個太陽系之一而已 那在這個佛經裡面講 這個叫做南瞻不周 而我們這個地球 是屬於太陽系裡面的第三個行星 那經典中就有講到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世民為一佛世界 那什麼叫做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就是 有三個千的名詞的一個大千世界 也就是一個太陽系 就稱為一個小世界 那一千個小世界 就稱為一小千世界 一千個小千世界等於一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 又等於一個大千世界 那總和小千、中千、大千 這個三個千的名詞的一個大千世界 就稱為三千大千世界 以現在的科學名詞 就叫做一個銀河系 那在經典中裡面也有講到 也就是一夜一世界 一花一如來 一個大千世界 其實是一尊報生佛 所住持的範圍之一而已 那我們這個世界的報生佛 叫做盧瑟那佛 那盧瑟那佛的聲量大小 它是端坐在千半連夜 所構成的蓮花台上面 而這些千半連夜的每一夜 就是一個大千世界 那這一個大千世界 則由報生佛、盧瑟那佛 會化身一尊硬化身的 釋迦摩尼佛來度化 然後在這個一千大千世界 裡面的各個行星 則由這一尊硬化身的釋迦摩尼佛 又會化現百千萬億的 釋迦摩尼佛來度化裡面 有住友情的 各個行星裡面的友情眾生 那每一尊釋迦摩尼佛身旁 又有很多菩薩跟水 所以藉由這樣子的 跟科技的結合 各位朋友你就可以知道 到底有沒有外星人 有沒有佛菩薩存在 那基本上 我們只要是念佛人 或者是學佛者 有時候在發生危難的時候 常常會感應到佛菩薩來 批佛加持化現為夷 那這個是很常見的 所以這個答案呢 我相信這個是顯而易見 而且是肯定的 這是無庸置疑的 謝謝大家 感謝兩位老師的回答 聽剛剛兩位老師的推論 是相當有邏輯性 相當有道理的 所以我們的上上市 或者是未來市 也許照兩位老師的推論 我們應該說是 我們都當過外星人 因為我們無量市 無量的上上市 以及無量的未來市 那麼在地球 還沒有生命的時候 在地球毀壞的時候 我們會在哪裡呢 我們一定在他方世界 所以我們都當過外星人 那麼佛菩薩呢 請問佛菩薩 無量事前在不在 也存在 無量事後也存在 但是他們一定居住在地球嗎 跟我們一樣嘛 我們也可能都一直在他方世界 那在這一次大家在地球相遇 那佛菩薩呢 也是從他方世界來的外星人 只是他們是高等的 福德智慧相當圓滿的外星人啊 所以佛菩薩應該是存在的 這個照這樣的邏輯推論 他應該是存在的 而且佛菩薩的真心如來賬 他們的這種不可思議的功德 如來賬所具有的不可思議的功德 已經可以顯發出來 所以他們一念之間 他們的真心如來賬 就可以變現交通工具 讓他們可以來往十方世界來度化 有緣的眾生 所以我覺得兩位老師講得 非常的有道理 佛菩薩應該是存在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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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